420万人口的小国 克罗地亚 一路逆袭强势杀进世界杯决赛 克罗地亚对成俄罗斯世界杯最大的黑马 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惊讶的事情 420万人口小国创始师奇迹 对此球迷纷纷表示 14亿人口的中国 什么时候能打进世界杯 高手在民间 国足就像本地的学生上清华 外地的学生都是重要的 有实力的都在民间 八七队好些实力派球员都是民间出来的 国足真的一批不如一批 原来的球员都有腹肌 现在呢 原来的球员可以在场上流着血拼抢 现在呢 国足部分球员年薪达到千万 国足主帅李批 2300万欧元世界第二高新 而我们国足亚洲排名第五第六 最好战绩仅2002年 以32强还31位身份打入世界杯 最后一球没进 一场民营 一轮游回了国 第一个去的 第一个回来的 从02年到现在少说也得16年了吧 有什么改变吗 让我们听到的天天都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这种让人丧气的话 其实中国男族招人非议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么多年来 成绩越来越差 真的是夫不齐的打斗 国家花巨资弄养着一群没有上进心的运动员 不如做些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他们吃的是精品 住的是高档酒店 踢的是世界笑话 国足踢到死还是那水平 踢不过越南 踢不过菲律宾 踢不过印度 踢不过 数都数不清 目前国足水平 小编王也能进 反正不用进球 守门员可以随时喝水 喝水膝都是输 关键不用担责 不影响收入 比我现在强多了 如果我能进国足 我也反对黄西 国足带上国子 其父带着国家荣誉 拿着比其他国家球员丰厚的收益 但是却不能为国争光 真让球迷伤心 国足太令人失望了 他们对不住全国父老乡亲 说到中国南兰第一反应是姚明 中国足球里有谁在国际上踢出过名探的吗 你的第一反应是谁 依旺 除比 paying 感谢观看